作词 李宗盛 没有生天赐的光芒 应该承认我什么品牌 却不敢折磨的冷场 Break it down I'm taking over now Tough it out That's what I'm all about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层型的微墙 且锁一刀光 我们知道未来还有不现的巨浪 荡在我前方 他们都注射你我蛋糕我眼睛 试验我揭发我成就我给我的脸 最初决定自己命运的组成 我在我手上 钱开义 你怎么来了 再不来得出事了 还有我怎么来了 干吗呢 我再给他贴大力胶呢 贴什么大力胶啊 不是 创口贴创口贴 受伤了 他受伤了 我看看 我看看 这 这太严重了吧 这搞不好能出人命啊 什么意思啊 靳一 来吧 兄弟 我给你贴 回来 来 来 不用了 别客气 别客气 你别吃了 你干嘛呀 秦开义 来 我帮你贴 秦开义 这是干嘛呢 莉莉不在家 你只有虎狼还四呢 我怕你跟住我危险 所以这两天呢 我就来陪伴你了 莉莉去找你了 对 其实莉莉啊 挺关心你的 她就是这两天 闹点情绪 过两天就回来了 所以这两天呢 就由我来守护你 你守护我干嘛 你一点防范的意识 都没有啊 你这父亲 这多危险啊 我看你才是最大的危险 别折腾了 回家好不好 我休息了 你之前去睡吧 你不用管了 随便你 你干嘛 我脱衣服吗 变态 我脱衣服吗 我脱衣服吗 更好 如果坐下 我脱衣服 那你才不是 我脱衣服 我脱衣服 你怎么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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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兄弟 你这是什么东西 不行 这是我的归宿吧 我把我的灵魂放在里面了 红鱼大海吗 我看出来了 是条鱼的形状 你领悟到了 我想涨潮的时候 大海就把我带走了 那大海是我的 不会有定海神针 我还能在海里翻跟头呢 你能吗 不能 那大海怎么带走你啊 你是不是连游泳都不会啊 不会啊 所以我旁边放了个游泳圈 那兄弟啊 我等你 我们再喊一遍啊 干一个 兄弟啊 我们纪念一下嘛 来 拍照这儿 到了大海啊 我们好相认啊 来 好嘞 嘿嘿 兄弟啊 你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加个微信 我好把照片发给你嘛 是吧 来 刀刀维码 好嘞 行 一共二十五张五百块 我出去发给你啊 鱼 游泳圈 兄弟啊 你多大啊 行行 没事 那我先走了 之前我帮你 他了 吃 吃 阿翔 你想好啊 嗯 只有你自己强大了 你不需要得到别人的人口 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弄二十五张五百块 行行啊 你多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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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地市新鲜报 据热情市民投稿 二十二号下午 在小溪海海岸 发生了这样一集 打架斗屋事件 画面中的这名单子 就是打架斗屋事件的主公 该名单子就是 打架斗屋事件的主公 该名单子就是 您好 师傅隔天好带出去啊 去啊走吧 师傅你看什么呢 看哪下啊 让我们了解一下详细内容 他有个外号叫墨鱼 因为他爱哭 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嘲笑他 排挤他 每当有人从他身边快速经过的时候 他就会抱住自己的头 他经常受欺负 还曾有过被孤立的经验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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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知 您您哎达 干什么呢 晓墨 年宽了条目 过完之后 关你屁事 关你屁事 把这几天交给我 关你屁事 你说什么 墨宇啊 你是不是真觉得你在这里是老大 关你屁事 关你屁事 给我甩脸子啊 我请不动你这种活佛 关你屁事 关你屁事 小卢 下午就给他做交接工作 让人事给他算清 我回来之后 不希望在这个地方再见到他 关你屁事 关你屁事 从心理上来说 受到影响的个体 在未来可能会表现出 社交攻击行为 或者社交退缩行为 或者 不表现为任何行为 只是在心理上 影响该个体的情绪和感受 今天感觉怎么样 想跟我聊些什么 上次咨询回去以后 我觉得我有了一些变化 现在每次我焦虑的时候 我都会首先跟我自己说 先冷静下来 然后像你弄我问题一样 试着问自己为什么 想明白了 好像就不焦虑了 很好 你已经找到调节情绪的方法了 其实这些你还可以尝试 比如说阅读 运动 瑜伽 都是很好的方式 行 那回去我也试试 但是 我还是一直被失眠困扰着 失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我生完椰子以后 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前三年又很长的一段时间 焦虑 委屈 想哭 明明自己特别地累 可是躺在床上 却怎么也睡不着 在照顾孩子的事情上 如果有一点没做好 我就特别自责 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妈妈 你第一次生完椰子以后 你觉到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会让你觉得很低落 很沮丧吗 其实 有很多的事情 对我的影响都很大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女人不都是这么想的 我们都是这样 是啊 你想太多了 你休息好了 别想太多了 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都是这样过来的 都是这样过来的 那个时候 我在想 是不是你太作了 为什么别人都没有问题 只有我有问题呢 当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可是大家没有给予你安慰 还有支持 所以你想压抑自己 那沮丧的心情 就会越来越严重 在那个之后 在那个之后 我跟我家人的关系 相处得也非常地不容下 你怎么了 我 我去上个厕所吧 那天晚上我好像不认识我自己了 站在镜子前 看着自己的肚子 看着自己的肚子 这是我吗 怎么这么丑 生产是一件大事 生完孩子以后 你的生理需求改变了 你和婆婆的角色 影响到了你们夫妻的关系 你会觉得 你和自己的身材 开始松滑 丈夫对你的反应 刺激到了你 你会觉得自己 慢慢没有价值了 对吗 对 那个时候 我经常问我自己 你的身体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 生了椰子以后 我开始跟我婆婆吵架了 你跟婆婆因为 你们的生长环境不同 所以对于教育孩子的事情 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我婆婆用她以往带孩子 经验带孩子 如果这个是对的 我肯定一句话都不说 但明明我的方法更科学 更卫生 我恨不得把我所有的爱 都给椰子 我在做一件非常负责任的事情 可他们却觉得 我是在没事找事 我是一个无端制造 家庭矛盾的事吗 特别是我老公 我婆婆这样想就算了 她也这样想 孩子是我的吗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 她不是啊 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你希望老公急于你支持 可是她也让你失望了 她不可能给我支持 不光这些 那时候我的工作 也给我带来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路边不好意思吗 我忘了 看你憔悴的 边带孩子边工作 一定很辛苦吧 不辛苦 你孩子挺乖的 而且我婆婆也能帮着带 我也是过来人 奶奶带孙子 带得很好 但是还是没有你自己带着放心的 你也知道 出版社新一轮的审查周期 马上就要来了 别说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那些新来的年轻人 都有些吃不消 好 那个 主编 我 我状态特别好 我对那个 新一轮的审查周期 很有信心 而且对您说的那个 尽职机会 我也不想错过 有信心是好事 可你知道 你回来的这几天 出了几个叉子吧 嗯 什么意思呀 请 不好意思啊 喂 妈 我这正工作呢 你有 我马上给你打过来 马上 其实吧 作为一个全职妈妈也挺好的 至少可以全心全意地 可以把孩子成长 你说对吧 有时候我在想 生了孩子的女人 就不配工作了吧 我真的特别地无助 但是一想起 我们主编说的话也是对的 一心二用 你怎么可能做好工作 为了照顾椰子 我真的腾不出更多的 精力和时间 到头来 只能说是我自己那本事 你觉得在这个时候 是最难的时候 全家人都应该支持你 爱护你 结果 他们都让你失望了 没有人陪着你 这样你心情非常的委屈 非常的糟糕 对吗 何老师 我能改变我自己吗 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能总是为别人活着 我热爱的世界已经没了 在外人眼里 我有两个孩子 我应该 我应该特别幸福 但是我一想到 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 会离开我 我的生活就没有了方向 不哭 不哭不哭 妈妈不哭不哭 你也不哭不哭 但我知道 我不能把我对生活 唯一的指望都放在孩子身上 我要靠我自己 活成一个快乐的人 活得有价值 我对你恍惚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知道我需要什么 关于我是谁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 都值得探索的问题 可是今天 我想给你聊聊你的生命线 从你的生命线出发 看看当下的你 审视过去的你 想象未来的你 湛璐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看吗 张女士 这是你当下的状态 现在你可以闭上眼睛 好好想一想 如果让你回到过去 你最想回到哪个片段 来看看我的 来 来 放手 死啊 让住你 让住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他吧 报答宋公那位 前两天还在领导吗 听说他以前有个外号叫墨鱼 听说是小时候被校园把领导 人就变得不正常了 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部分人是注定不会被别人喜欢的 是不是我墨鱼就不该被别人喜欢 之前我帮了你那么多 他追不了你的力 不然为什么你咨询了那么多次 情绪还是不稳定的 过完之后抓紧钱交给我 关你屁事 你说什么 有些事情 也不像你看法的这样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好去的 你看我 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习惯 他 会一样活得很好 只有你自己强大 你不需要得到别人的审核 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我看你啊 什么事啊 我会帮你的 谢谢您 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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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搭车的小说拿到稿费了 女孩子就该务实点 女孩子学学财务或者会计 将来找份好工作 哥哥 别看你爸唠叨 爸是想提醒你 这兴趣归兴趣 将来参加工作了 小法课得十几点啊 这连大学都还没上呢 你也太启人用这样 这是我十八岁的时候 那时我在读高三 一心想成为一个小说家 所以大学报考志愿报的也是文学系 毕业以后 我一边在出版社工作 一边写小说 可是还没等我出名 我就结婚了 这是我二十六岁那年 出嫁那天 露露啊 一会儿把头发再整整 让全夫人给你戴上头饰 就正式祭拜祖宗 等这间来接你了 你们就可以敬茶行李跨火盆 千万记住 样样都不能出错啊 妈 您昨天晚上都说了好几遍了 你妈唠叨 也是因为心里高兴的 即使到了 我去叫全夫人给你带头饰 妈 我想让您给我带 这样我还能给您多待一会儿 你嫁到别人家 你小时候啊 头发老打结 我就这么轻轻的一书 你就疼得熬熬叫 现在好 现在从头到尾 你都出落得这么水灵 转眼间你就长大了 妈心里高兴 妈 瞧您说的 我又不是走了不回来了 妈知道 可是露露啊 你嫁到别人家 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凡事 要识大体 要不要听公公婆婆的话 都给娘家人丢脸 等有了孩子 就要相辞交子 做个好母亲 知道吗 即便是结婚了 也可以继续写小说 可是真的结婚以后 发现自己的想法 太天真了 怎么说呢 每天都有各种琐碎的事情 要处理 自己根本没有时间 静下心来钻研写作 这个时候 好像是你刚刚生完女儿的时候吧 对 其实我没有想那么早要孩子 但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 家里人也催着 就只好要了 生完孩子以后的生活 是我自己没法想象的 这个时候看你的状态 好像还挺好的 孩子安静的时候是挺好的 那时候的我 已经被磨得没有什么功能 就想着 只要能把孩子照顾好 其他的事情根本不敢想 在回顾完过去以后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时间挺可怕的 人活久了 根本忘了自己当初想要什么 你当初想要的是什么 贺老师 我想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在接下来的生活里 我想好好地照顾我的女儿和儿子 然后再找一份新的 自己热爱的工作 自己赚钱 自己花 也给家里人花 我还想继续写小说 贺老师 你知道吗 这个爱好 我真的丢不下 但我想提醒你的是 其实全真妈妈也是一个 值得尊重被关爱的身份 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事业 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 不一定要基于否定过去的自己 我们可以从你现有的状态中 找到一些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法 也许 这可以帮你从困境中走出来 那你能改变他们吗 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不能 我改变不了他人 我也改变不了你 只有你 可以改变你自己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 不只是只有一个角度 人在抑郁的时候 往往会看不到身边的温暖 甚至误解实际发生的情况 来来来 我来抱吧 只让妈妈一个人抱 妈妈要累坏了 可怎么办呀 宝贝 爸爸回来了啊 陪爸爸看块球 让妈妈歇会好不好 露露 累傻了 来 看妈给你买了什么 不 你爱吃的 这个菜啊我不太会做 还得你自己做一下 来 把奶奶抱 来来来来 妈 闻着太香了 我都饿了 你呀 自己不做饭 就知道吃 露露 露露 饭好了吗 快好了 等你结完燕子回来正好吃 好嘞 还有十分钟 看完我就马上去 在过去 我总是妈妈的女儿 老公的妻子 活泼的儿媳 孩子的妈妈 在未来 我想成为我自己 成为自己 在每个人一生当中 都是需要去探索的 我相信 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你自己 你知道你在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 跟角色的困惑 可你依旧不想迷失 未来 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给你去探索 自我是什么 可是在未来 成为更好的自己之前 我们还是要回归眼下的你 现在的我 没错 现在的你 依旧是婆婆的儿媳妇 丈夫的老婆 孩子的妈妈 这些都是你现在的角色 但是请你不要担心 你已经有足够的能量 去面对这些了 因为你刚刚已经找到了 未来的方向 相信你自己 你会做得很好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你来我这里咨询 回去我跟你的老公讲吗 之前跟他讲过 帮我来这里做心理咨询 那你的老公是什么反应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产后抑郁这种事情 其实需要全家人的支持跟陪伴 尤其是丈夫的支持跟爱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建议你 这次回去后 你单独地跟他好好聊一聊 聊聊你们遇到的婚姻问题 还有你在咨询当中的收获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邀请他 跟你进行夫妻治疗 或家庭治疗 我可以为你推荐咨询师 他会愿意跟我去吗 你要相信你自己 也要相信你老公 其实在一个家庭当中 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 都一样容易受到忽视 也许这个时候 他也正在想办法 怎么去改善你们的婚姻质量呢 好 我 我回去试试吧 试试跟他聊聊 对了 贺老师 我 我是听你们电台节目 找到你们这儿的 其实 我给你们打过电话 但当时我没承认 电话里孩子的哭声 没有吓到你们了 喂 海峰国际广播 喂 程中药 喂 我有点那个 哪个 程中药 大半夜的你跟我开玩笑呢 是吗 你不相信我是吧 你敢不敢打个赌 打什么赌 咱把电话拨回去 要是假的 我把这诗吃了 要是真的 你把这诗表起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 看你痴痴的样子 电台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没有打过电话 好 对不起啊 差点吓死我们一个同事 对不起 开玩笑的 还是那个字 我还是那个字 我还要搜索 没事 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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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唐总 把这番尽调报告的技术评估 尽快拿给吴总 先确认一下 邦总 老板固然请进去一条他的办公室 来来来来来 来 来了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位呢 他是我的 你好 我是童瑶 王忠仪的老婆 也是这家公司的第二股东 我不知道怎么给老贺回复 她说什么了 她说有一个叫童瑶的人来找我 是不是我朋友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知道我遇见了你 我想安定一下的 好好跟你在一起 遇见你真好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 你最喜欢的婚礼 小女孩的心思你还是蛮懂的嘛 你说你是不是以前经常活呢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 不会对别人的过去感到好奇的人 你好 唐莉莉 叫你来 是因为我听老房说 她新招了个秘书 看了你的简历 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请说 第一 按流程 进入公司 进入公司需要经理HRD到VP的两轮面试 但你好像都没有参加啊 那什么 她不是投简历来面试的 她是我一个好朋友介绍的 然后哪个朋友特别刻薄 第二个问题 上个月二十号 原本W公司有一个供应商会议 但老房突然缺席 作为她的秘书 没有及时地提醒你的老板 让公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而且那天你也从公司消失了 我就想知道 你那天在哪儿 她 她那天是被我派去健兴去 去 去聊合同去了 我从你的行车记录一看到 她在你清水湾的公寓 汤莉莉 年龄二十九岁 专业空中成物 毕业院校 北方经济学院 GPA二点七 家庭住址 南山省海市宁沙区 红花村二百三十九号 以前级任的工作 都只是公司的小公园 自从尽了圣语 摇身一变变成了总经理秘书 然后再是时风云景 更是断崖式的精神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用说 发生了什么 海体质 可以啊 老方 你这次换的是这种口味 好好地土鸡不做 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运气挺好的 可惜你没这个命 有些人就算选择土鸡 也不会选择你这只 土了毛的老凤花 苍丽 苍丽 你干 走 别碰我 偷鸡 别碰我 你打碰我 打碰我 别碰 沈静兵 别碰我 来说一遍 老几人 去死 快去下班 快去下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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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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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 你今儿怎么睡怎么走啊 累了 露露 露露 我给你保证 以后啊 我要是再这么生气 你就踹了 狠狠地踹了 你给我踹医院就都行 才不踹你 把你踹坏了 送医院不得花钱啊 只要我老婆大人不生气 花点钱我个人 等我新的工作找好了 家里的事 你得给我搭把手 尤其是得都赔为烟 你找工作那事怎么样了 有合适的工资吗 我在五八同绳上 投了简历 事后我的工作还挺多 你得有公司通知我面试吧 咱们家 两家户口这事 不用就靠你们认为了 我也得跟你玩玩手 是吧 好 你好詹璐 面试官您好 您的故事我看了 很新鱼啊 您能给我说一说你的故事 杂志公司吗 我写的是一个未来世界 AI机器人逐渐 逐渐将基础的人类工作取代 我觉得在未来 人们应该依靠更具创造性和 技术性的工作来生存 是这样的 我们平台呢 正在扶持感情类的作者 您的文章很新鱼 不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长期固定做班的作者 我看了您的简历 最近八年的时间一片空白啊 您能告诉我 这八年您在做什么吗 这八年里 我 我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您怎么能够保障您从回职场之后 您的家庭跟工作不充足呢 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考虑过 说实话 我不能保障 我觉得家庭不应该是一种负担 尤其是对内容创作领域的工作者来说 家庭环境是无可替代的养料 只有真正步入婚姻的人 才能够写好生活的一地鸡毛 我结婚以后跟我的婆婆住在一起 生儿育女工作离职 这些足以改变一个女人一生的事情 我全都经历过了 所以 我觉得不应该在工作以后 将家庭抛在脑后 当然在这八年里我也想了很多 一开始我被迫离职在家待产 到怀孕后期 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我每天只能坐着睡觉 我女儿出生后的几年 我觉得这个家里有太多的事情离不开我 我就在想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为什么要生下她 但是当我看着她眼睛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 这个不是她的错 是我选择生下了她 面试官 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困难 不止困扰我一个人 但我觉得大家应该 对于女性在职场的工作能力 给予严格的要求 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 已婚的孩子的母亲 在家庭当中的身份 不应该给予过多的责难 如果我能得到这份工作 我一定会非常地努力 我用这八年的时间非常认真地记录了我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 结婚 生子 看着我的孩子一天天慢慢地长大 妈妈 妈妈 妈 那我照顾你 你能不能不老吧 你要是特别乖 妈妈就不会老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创作的素材 我希望我能 重新拿起八年前我放下的那支笔 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嗯 好 那 那 大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后期有消息再联络 好吗 特别感谢您 给我今天的面试机会 谢谢 不用谢 再见 再见 面试好了 妈 妈 去给妈妈抱抱啊 来给我吧 来 豆豆 结果怎么样了 露露啊 妈跟你说啊 这工作的事情啊 咱们不着急慢慢来 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 现在豆豆啊断奶了 我也能帮个代代 咱们啊有的是时间 还怕找不到好工作呀 每个晨曦 绽放出一朵话语 这里有你 与咖啡的香气 无论是阴霾专语 还是天气忽然放弃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一阵雨 轻轻的远远落 飘出了天际 也带走我蓝色和你 多云的回忆 远远绽放出 晴朗如隔的风景 乕Maybe 也看见你 远如星辰的眼睛 她温暖我的相容 mn挺我只是的声音 給我最溫柔的回憶 啊 看見了美麗的愛情 忽然之間來臨 牽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 牽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